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送了一个线 这个是极光700 公剑11 pro 送了我两副线 两个手机会做人 其实这还可以的 六五的线 然后我们现在用这个去要穿线 既然要穿这两个线 那我必须 一个是速度型的 一个是弓箭11 pro 对吧 那我要拿上五个两码球拍 对吧 那这两款球拍呢 我们也有打杆类似的 然后等一下也去做一个横向对比 这也是碰碰速度进攻型的 跟那个极光700 可以试一试 然后这个弓箭11 pro 那个当然是我们对标的 火箭11 试一试 挺好 先给他们穿个线 给这两把球拍穿的线 是我们自己做的一款日本线新的线 用的是德国图层 极多国的球线技术 融为一体的对标日本公司BG65的羽毛球线 而且我们现在也有大盘的 也有单包的 供大家的选择 这款线它是一款非常均衡的线 就是如果是日常打球一周三到四十的球友 这个线既能够给你很好的控球感 同时它的耐打性也是不错的 在我的微信小人去的淘宝店铺都能买到 我们的拍线也出了好几款 超弹是对标这个BG65 巨弹是对标BG80 同时我们还有刀光剑影 大家如果对现有需求的话 其实都可以去我的店铺去看一看 这个发力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然后它这个球拍的重量 都是集中在这个中感往下的位置 就是相对于说如果你是很爱进攻的球友 这把球拍的进攻属性它不强 那它的打感是什么呢 是发力比较顺畅 它的上手也比较快 同时呢它去做挥力的时候 这种回弹的感觉 它的破风的这种感觉也是还不错的 进攻的属性不太好 它不是一款进攻球拍 更多的是偏控制或者防守一些 来里面刹一下 我做的所有的测试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 其实球拍它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大 因为它只要到达一定的级别 用力 用了稍微好一点的碳伤和模具 用力 然后它做出来的成品都不会太差 用力 它的这种防守的感觉确实比进攻好很多 如果说弓箭11 Pro这款球拍 它的定位是一款控制型的平衡拍 我觉得这个定位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在网上看 很多人说它的进攻感觉很好 那我就不懂了 因为可能我的水平也能看到比较一般 对不对 我确实说 我感受到的它是一款 比较偏平衡一点点的一个均衡的球拍 进攻属性并不好 然后乔友们应该知道 在我的温小神又淘宝连部国语严选 我们也对标弓箭11做了一款球拍 然后我们做的球拍的名叫做火箭11 然后我也来给大家测试一下 来给我 火箭11的打杆是非常好上手的 它的填区会比较大 同样进攻属性跟弓箭11是一样的 它的进攻属性它不是说特别好 它这一把是什么呢 好像就是这把球拍 如果有一个词 能够形容这个火箭11的话 那应该就是糖水拍 我们自己对标的火箭11 以及我之前当运动员用过的弓箭11 它们都是属于非常好上手的球拍 总之呢 我们的火箭11 其实就是照着日本公司的弓箭11去做的 而且它只有200多万收架 我手上拿的是这把黄色的 这把球拍我卖的太多了 还有一款是蓝色的 还有一款是红色的 它有三个配色 而且我们的球拍是45天 无理由退换 包线 包油 包手交 同时屏幕上呢 这个是我的私人微信 有任何羽毛相当问题呢 都会成为我的朋友 请大家关注我们 我们下一个视频呢 带来也是我前几年刚买的 这个日本公司的这个极光700的一个测评 是 最后 就把 calorie摆给到 第二天 我也要拍张